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,过去十年美股持续走牛,而A股市场走势跌宕起伏,整体表现比较低迷,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。 换个角度看,正是因为过去十年市场整体表现低迷,因此A股已具备了多项底部特征。 第一,成交量大幅萎缩,近期户指日成交量一度跌破1000亿元。 这一数据堪比2016年初时的市场成交量,焦头清淡本身就说明市场到了底部区域。 第二,从市盈率来看,大盘也跌到了底部区间,现在户指的市盈率已经跌到了12倍左右,接近前几次历史底部的位置。 第三,从新基金发行,也可以反映投资者的意愿。 目前新基金发行十分困难,一些新基金甚至出现了发行失败,只能找帮忙资金来成立。 同时今年出现大量的小微基金,低于2亿份规模的基金,占比达30%,一些小微基金甚至出现清盘的现象。 这表明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已经十分低落。 第四,股票破境比例。 当前,破境个股数创下新高,统计显示,目前有近300只股票的价格跌破了净资产,破境股占比接近10%,这也是市场见底的一个信号。 不过,市场见底之后,可能还要有一个比较长的筑底过程,2016年初上证宗指跌到2638点,应该说那是一个相对坚实的支撑。 过去几个月,大盘三次跌破2700点,但均没有跌破2638点,这说明人心思涨,包括一些超底资金也在考虑入场。 这些超底资金保卫住了2638点的低点。 从中长期来看,目前A股市场确实是机会大于风险。 首先,估值已经回到了底部,比如很多银行股市盈率,现在已经跌到了5、6倍,互生300市盈率跌至10倍,很多股票的分红收益率都超过了3%,这是市场见底的一个重要信号。 其次,产业资本开始入市超底,我们看到8月份产业资本再次出现竞争时,产业资本对公司的了解肯定超过2级市场的投资者,并且产业资本愿意在当前价格增持,本身就说明了股票价格跌出了价值。 最后,现在A股市场的整体表现,严重落后于经济基本面。 巴菲特曾建议大家,在评估一个国家的股市是贵还是便宜时,可以参考该国股市的总市值与GDP的比值。 这个比值是1的时候,说明股市相对合理,如果超过120%,说明股市有一定的泡沫,现在A股的总市值不到60万亿元。 而我国GDP总量为82万多亿元,也就是说,A股总市值除以GDP总量的比例约为70%,即使加上在港股上市的H股,以及在美股上市的中该股,总市值也不到70万亿元。 巴菲特指标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,美股的巴菲特指标目前高达140%,这说明美股有了一定的估值泡沫。 巴菲特一直很看重巴菲特指标,最近公布的半年报显示,伯克希尔哈萨维账上的现金增加到1110亿美元,也就是说股神巴菲特已经开始减持套现了。 过去三年,我曾连续三次到美国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,在今年的大会上,巴菲特在回答,关于中国经济的提问时,口吻和之前两次明显不一样。 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奇迹,这是他以前没想到的,而巴菲特的资金量非常大,必须投向容量很大的市场。 除了美股之外,具有这样大容量的市场就是A股。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,当前A股市场的生态,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,即市场开始从原来的炒故事炒题材转向价值投资,好的股票正得到越来越多资金的关注。 而一些技差股,题材股,特别是ST股票,不仅价格越跌越低,其成交量也极小,沦为僵尸股,大家必须转向基本面投资,要坚持业绩为盲的选股思路。 现在市场还处在诸底过程中,指数的波动比较小,缩量特征比较明显,市场热度不高,所以做短线很难赚钱。 现在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减少交易次数,增加长期持股的比例,这样才能够提高胜算,频繁交易相当于去猜哪个板块下一天会涨,去猜这一波反弹,的高点和下跌的低点,这样做犯错率是非常高的。 建议大家买股票要立足长线,要研究公司的基本面。